同家少爷 从美国留学回来 接手公司的两三年时间 把同事规模扩张了近三倍 你看那帮女人 都是冲着她来的 那你呢 她家和郑明家是世交 两个人是发小 而且她不喜欢我这类型的 我没必要自讨美趣 你看 这就来了个不自量力的 不好意思 原家路宅 真是倒霉 她都这么没礼貌吗 连个招呼都不大 那你也要看她是什么人呢 曼君 我想起来了 你也是坐过同少爷车的人啊 这么好的先天优势 我怎么给忘了呢 咱赶紧去 走吧 你可别忘了 她把我从车上赶下去 差点明明见你了我 董总 刚才我已经准备好翻你公司了 等你消息 董总 今天这个场合就不要谈工作了吧 杨总 你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吗 逢场作戏嘛 大家在一起 何必取高何寡呢 要是今天梁总能追到这个女孩子 今天再当务败卖 谁说佟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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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